今天勞弊開入所 在下午的時候 接過有民眾爆汗 有一個女子在附陷在鎮華宮 在尋找生母 那在熱心的村長培同下 透過我們警察的失蹤人口氣候 查詢到這名女子的身份 原來就是曾在86年間 暴血群失蹤 在99年宣告死亡身份的私香女女士 警方得知這個狀況後 立即陪同私信女子 到海大醫院來指認生母 並且在指認完以後 確認她的私女的身份以後 並陪同到胎務所來做進步的 撤銷死亡宣告的協助 那有問這個私女啊 她有沒有自我表示說 為什麼會跑到刺桶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刺隔這麼久 才來尋找她的一個身份 什麼樣子 至於私女她表示 她是在大概國中以後 就外出工作 那在台中發生車禍以後 那因為腦力受刑 一直無法找尋到真正的家 那是在最近 最近突然有想 最近有出現 因為最近 腦力有稍微恢復 那有出現赤桶振華宮的致演 所以利用這個中秋假期 回到那個赤桶鄉來找尋她 她真正的家 她母親張女 她是印尼人嫁到台灣的 那因為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十多年了 她都是一直獨居 然後靠著她在幫忙剪蒜頭 這些小農物來做回生 生活平常其實是十分的輕鬆 所以在尋找這個女兒的 在能力上也比較不足是不是 對 好嗎 對 感谢观看